接下来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他说会有错误 在我做了西元的资料清理 他告诉我哪些是错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请你卷轴拉下来 一定有错的 好那当然这一笔 这一笔如果你点他 他会直接告诉你是这个 斜线零 斜线零 请问日期里面 可不可以放零月零日 有没有这一天 没有吗 对不对 好那请问一下 这一篇 这一篇 这 这两篇 这边有一篇 216列 请问你觉得216列 这一列的资料要不要留下来 所以请问一下 你们如果遇到这个情形 你会怎么处理 我个人是这样子处理 因为日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宁愿手动去修改 手动去修改 就是我把里面只要出现零 斜线零 听得懂 我就换成一 斜线一 这样理解吗 因为这个错误是非常小 而且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栏位 我不能因为它 我就直接移除掉 好 每一笔资料对我来说 它都是宝贵的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这边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只能先暂时把它移除掉 好 移除错误 对 这1000笔里面有两笔 我们自己去算一下 40多万笔的资料 里面被删掉多少 听得懂吗 资料来之不易 好 那我接下来因为为了我上课 因为这边我都不请你们做了 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比较快的方式来去做 请问我这样是不是就有了一个交易明月日二